台灣2024大選剛結束 我們來看到的是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日前非常罕見的以台灣總統祝賀賴清德 當然這一番話也引發大陸外交部非常的不滿 他們的發言人毛寧重批小馬可氏 說要他多讀讀書 而當然這樣的話 菲律賓國防部部長也回嗆 說毛寧的說法低級下流 侮辱了小馬可氏還有菲律賓民族 而我國的外交部也有最新的回憶 中國大陸和菲律賓先是在南海問題上交惡 近期又因為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祝賀賴清德當選台灣總統 被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嗆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要他多讀書 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 怒指毛寧的言論粗俗卑劣 侮辱總統和菲律賓民族 雙方言辭衝突的激烈程度历來罕見 臺灣問題意外讓中菲衍伸另一場外交風暴 我方外交部綁強菲律賓開算大陸 我想文明社會還是有一定的標準 越過的標準就是無理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再對外倡導 全球文明倡議 可見他的發言人都不知道該倡議的內涵 臺灣大選結果讓中美關係也趨於緊張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瑞士達沃斯經濟論壇表示 大陸一再對臺灣施壓 但臺灣大選結果卻適得其反 布林肯重申一個中國原則也堅持維持現狀與台海和平穩定 中國駐美大使謝鋒在中美建交四十五周年即新春招待會上指出 臺灣問題仍然是中美關係最重要最敏感的一塊台海局勢不穩中美關係難安 北京一直想要消滅中華民國 不過呢國防部有監測軌經是沒有經過我防空識別區的 但是就在大選結束之後呢共機又再度的擾台 其中有十一架次超過了海峽中線還有延伸線 遭到空軍驅離 17號晚上七點五十分起 國防部陸續征獲中共蘇凱三十 運巴等各型主府戰機 總計十八架次出海活動 其中十一架次漁越海峽中線及其延伸線 進入我中部北部及西南空域 配合共建執行聯合戰備警巡 國防部要強調台海地區的安全與繁榮 有關全球發展與穩定 使區域各方必須共同承擔的義務跟責任 國軍會持續依敵情威脅與自我防衛需求 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適應區域威脅 國軍運用聯合情檢討手段嚴密警戒 並簡派任務機械與暗制飛彈系統事切應處 國防部也呼籲對岸 台海安全各方有責 另外17號晚上10點27分 大陸搭載天舟7號貨運飛船的長征7號搖八運載火箭 在文昌航天發射場點火發射 它比觸發台灣國家級警報的長征2號丙運載火箭更巨大 重量約597噸 根據長征7號 防空識別區 根據大陸網友在微博曝光的火箭發射軌跡 今天是你 你可以接受嗎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台灣面臨所謂生育率下降的問題 當然中國大陸也面臨了相同的問題 但是現在他們發現喔 單身女性找到了一個新的居住模式 在南京有一個同性共居社區 這裡面呢這大概是一間三層樓的樓房 面積大約是50坪的別墅 由4名女子一起住在一起 這些人呢決心不婚不育 而且他們素媚平生 平均年齡大約是25歲 大家他們就講了 他們就認為說常伴我側就是家人 這算是他們的一個共同的理念 所以大家住在一起互相照顧 那但是這些素媚平生的人 大家要怎麼樣一起住在一起呢 他們還有共同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每個人每一周呢 要先預繳一周的生活費 大概是人民幣200-300元 大概是新台幣900-1300元 就給這個一家之主 這一家之主呢 就要負責寫這一個禮拜的食譜 還要幫忙採購日用品 然後如果集體出遊的話 費用也要由他支出 那這些大家交的錢剩下來 結餘呢 家庭他們就會開一次會 一週一次 剩下來的錢就會轉交給下一位輪職者 然後大家又再重新交一次生活費 就是一個循環 然後大家住在一起 所以我們想要請教向如姐 這個現在大陸生育率低 然後結果發現現在很多女生 找到這種不同於我們傳統 家庭的居住模式 反而一群人住在一起 然後這樣子互相 就是大家有一個公積金這樣子給 你覺得這樣的模式真的可行嗎 要是我不行 我也沒辦法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有點類似像宿舍的感覺 它比較像是 你要說解決老齡化的問題 好像也不太盡然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才25歲 然後呢 你說要解決這個生育率 或者是養小孩的成本問題 好像都不是 但是純粹就是基於個人的喜好 所以的話呢 就是女性同住因為比較方便 但你說方便嗎 老師說我不覺得比較方便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他們要就是 每個月要繳這個生活費 但是總會有人有一天想要外食 或者是什麼 就是大家每個每天的生活方式 其實不一樣 每天要繳這個錢 那如果你想要外食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退錢 對啊 如果我人緣好 我一個禮拜我有三天 那我要怎麼辦 你要按比例退還給我嗎 還有再來我是一個晚期的人 那我每天的時候 我都吃到12點 那我早餐我就沒辦法吃 對 你只能中餐多吃一點 我要睡到很晚嗎 對 我中餐多吃一點 對的確像是我們剛剛問觀眾朋友 可不可以接受這樣子的環境 有人說這個感覺很像是 台灣的多元成家 但其實不太一樣 他們就是不婚不生 就是大家 共同扶持住在一起 但是我們以前以往看到的 通常這樣子 共同生活在一起 像是在其他國家 比較多都是老年人 像是一群老奶奶 他們都沒有結婚 所以一起住在一起 共同養老互相照顧 但現在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平均年齡是25歲 這麼小的年紀 其實25歲 大家可能還不確定 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要結婚 我們想要請教上如姐 這麼低的年紀 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會不會讓 反而讓中國 結婚率降低的狀況更嚴重 我覺得會 首先的話 基本上 男生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男生 我覺得 多數應該要嘛你是獨居 要嘛你可能跟兄弟一起住 但是你說一群人住在一起 當然撇除了學校宿舍 或者是在大陸的話 會有一些企業 他們會幫員工辦宿舍 那個就是屬於4到10個人 不等的 那個就真的只是純粹為了 就是你要在那邊上班 然後 但你說女生要這樣做 我還是覺得 他沒有辦法解決 有關於就是大家 低生育率 然後不婚不育的這個問題 反而會造成的更加嚴重 因為你看喔就是你這麼年輕 然後呢你就選擇了 就是女性的單身公寓 我應該可以把它講成是這樣子 對啊那這樣子不就 大家理念在一起 然後就更加劇了 我不想結婚 不想生小孩 是也減少了認識更多人的機會啦 像是這個觀眾朋友 William Shea 他就說這感覺很像 單身女子宿舍 而HFS他說這個劇情 他10多年前在日劇就有看過 他說他覺得不錯 重點是孤獨者可以找辦 共同生活 的確我相信這個應該是他們的本意 但是如果說25歲這麼低的年紀 可能還不確定自己要什麼 也許這個到底是不是好的 大家會打上一個問號喔 那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我們剛剛講到說 現在他們這個生育率 結婚率比較低的狀態 當然也影響到他們的生育率喔 他們這個國務院 國研中心就最新公佈了這個數字 說出生率持續的降低 預計未來每10年會下降 1個百萬台階 也就是大概每10年會減少100萬人 但是這樣子的數字呢 大陸網友是不買單的喔 他們覺得這個報告實在太樂觀了 他們的網友認為 平均應該是一年少100萬人 還比較實際吧 我們來看到2022年 中國大陸的新生兒是956萬 2023年是788萬 2024年照這個比例來看 難道是600萬嗎 這以這個階梯數字來看 的確感覺好像是每年少了100多萬 但是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包含結婚年齡比較晚 還有年輕人生育率意願下降 還有育齡的婦女減少 不孕症比例偏高 我們想要請教向如姐 你覺得官方預估這每10年下降 1個百萬 這個樣子的數字預估會太樂觀嗎 還是網友預估的是比較有可能的 為什麼會這樣養育成本太高嗎 對我覺得我比較贊成的是網友 他們說的一年減少100萬 因為現在確實在中國大陸的話 因為隨著你的城市化的發展 確實不婚不育 或者是選擇就是 我就是覺得單身比較好的人 是真的比較多 那我舉個例子 像譬如說你剛剛說的養育成本 說你剛列的那四點 還有第五點 我覺得就是教育成本 在幾年前的時候 大陸他們推出的是雙減政策 簡單來講 就是你在學校以及下了課以後 你都要把你的課業給減少 那不外乎你就是想要降低 學生的課業壓力 然後讓家長們不要額外在掏錢 讓小孩子去上課外輔導 那他所以他就覺得說 小孩子的課業壓力減少 然後家長也不用掏那麼多的錢 那簡直就是雙贏 但錯錯錯錯錯 其實根本就不是 這有點類似像台灣的 應該怎麼講呢 如果說你今天大家都一起這麼想的話 那OK 但問題是不是 而且在中國的話 通常都會有一個觀念 那就是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 這個觀念到現在為止 依舊非常的根深蒂固 跟不婚不遇 這個都沒有任何的關係 反正我的小孩一定要最好的 然後他一定要贏在起跑點 那你說你雙減政策之下的話 就是學校的話 課業輔導的時間減少了 那怎麼辦呢 轉成了地下化 所以的話呢就是我今天的話 我有能力我就請私教來教 好那你說呢 今天的話呢 大陸的城鄉殺局 畢竟目前的時候還是有嘛 那如果說今天的話呢 北京上海的家長比較有錢 而他們可以私底下請老師 這當然要偷偷的 不能夠大張旗鼓 那我今天的話 如果我是在偏遠山區的 那我要怎麼去請一個老師來呢 請一個老師來到山區教 都已經很不容易了 更何況呢 我的收入沒有北京上海那麼高 那我要怎麼讓我的小孩繼續贏在起跑點 所以這就拉大了就是貧富差距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養育成本有多高 如果我們同樣以北京上海這種大城市的家長來講 有一次的時候呢在餐桌上 我就問他們說現在雙減政策 你們家長會不會就是比較輕鬆 所有在場的所有的家長都要搖搖頭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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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說為什麼 他們就說拜託你知道嗎 如果你在學校的話 起碼我交的課 就是我交的學費 那個是統一有標準的 可是當你轉成的私下私交的時候呢 那就不是統一標準的 這個老師呢他很夯 因為他教他就是你知道 就是這個985或211的大學出來的 我可以收的價錢 我一次給你開300塊人民幣 那這個這麼多人 有10個學生要叫我 那不然500塊 對啊 那根本就是你知道 的確沒有什麼 家長根本就越掏越多錢 對的確反而花了更多錢 當然也會造成家長比較不想生小孩的狀況 因為我們其實要說 其實生育率低 他可能也會造成 未來勞動人口減少的狀況 當然不只中國大陸 現在幾乎全亞洲國家 都面臨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我剛剛在留言區看到 像是這個會長 他就說不婚不生 不應該貼上負面標籤 當然的確不婚不生是每個人的選擇 也絕對不能污名化 但是生育率降低 也許是未來很多國家所面臨的問題 也得要去思考 要怎麼解決相關的狀況 好 那麼也非常謝謝 尚如姐今天來到節目上場 幫我們進行分析 謝謝尚如姐 謝謝心怡 謝謝大家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我們今天有講到說 我們剛剛說2024是全球的大選年 包括美國也是在今年 也要舉行總統大選 而美國共和黨總統 提名初選競爭非常的激烈 由於現在呢川普拿下愛荷華州的首勝 當然他的對手呢 現在也跟進打了所謂的抗中牌 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海莉 他就說美國應該要將中國視為敵人 甚至警告要結束中美正常的貿易關係 這群懷抱美國夢的中國偷渡客 成功跨越美墨邊境後 如何融入美國社會是一大挑戰 DNN記者深入中國偷渡客的七身之所 大家在這裡暫時落腳互相扶持 並尋找工作機會 美國政府統計 光去年前十一月 就有三點一萬名中國人 從墨西哥邊界非法入境 相較於過去十年的 每年平均一千五百人 人數足足暴增二十倍 來自中國的非法偷渡客變多 讓美國人擔心 中國會派間諜滲透 成為美國國安一大隱患 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初選如火如荼 前總統川普輕鬆領先後又口出狂言 說因為他贏了愛荷華州初選 才導致露骨重挫 外媒《日經亞洲》 引述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分析 若川普重新入主白宮 變成美台川賴聯手 將成為北京當局最大惡夢 眼看川普打抗中牌奏效 其他兩位候選人也跟進 新辣發言 我們有責任 我認為我們在這時期的 兩位最重要的安全危機 我們在中國的外面 我們開始以止 中國的賣物 而取回他們已經購物 我們去學校 我們說你取得外國錢 或美國錢 但是他們取得外國錢 但是他們取得外國錢 美國前聯合國大使海利 語出驚人 認為美國應該開始 將中國視為敵人 並結束雙邊正常貿易關係 美國總統大選都還沒正式開打 抗中牌又成了今年選戰主軸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 剛剛看到觀眾朋友 HF說 以為向如捷會聊到一段 海底撈打毛線的新聞 這就來了 我們來看到的是 大陸連鎖知名火鍋店 海底撈 現在又推出了新的 吸引客人的項目 那就是客人在等待的時間呢 可以用毛線機打毛線 還可以挑自己喜愛的款式 付費打毛線呢 目前呢 只有在浙江杭州店市營運 但是也吸引非常多年輕人去場銜 海底撈推出等待時間打毛線 包括製作漂亮的抱枕或地墊 價錢從170到430元台幣不等 主要是為了讓顧客在等待時不無聊 我是真沒想到 現在海底撈除了洗頭做企業 還可以打毛線 因為杭州有嗎 對 等待時間打毛線 目前海底撈只有浙江杭州店有 推出後 常鮮者還不少 特別是年輕顧客 其實海底撈除了打毛線 日前推出在店內跳科目3的特色服務 已經火騙全大陸 因應連結長假 各省為了招客 許多文旅局長紛紛下海跳起了科目3 連春晚竟然也要秀這舞蹈 引發不少大陸網友的批評 最最最最最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據多家媒體報道 科目3現身多地的春晚彩排現場 有網表示該來的還是來了 還有網友調侃 玄智的心終於死了 主要是科目3從大陸紅到了國外 那魔性的音樂讓人記憶深刻 有大陸網友認為登上國際舞台 有人卻認為土到掉渣的東西 難登大雅之堂啊 TVBS新聞蕭明正 陳向如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